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学员的动作的演示 这手攻球基本上动力结构上面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有一点手腕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在触球的那一瞬间手腕有点后痒 然后打球以后是这样往前推过去的 痒了以后这样推过去的 这样才打球 他可能是怕球下网 所谓习惯性的在触球的这一瞬间拍面后痒 在我们学习正手攻球的时候 我们的手腕保持和我们的前臂在一条直线上面 它们是一个整体 你可以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就觉得 我没有手腕了 我就是用前臂来打球 我的手腕不动 完全僵住都可以不动 去挥拍 去靠腰部转腰挥拍戴起来 这个拍面的角度基本上是不变的 基本上没有变化的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三集和第四集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讲的是比较清楚的 拍面角度不变 你才能把动作打稳定 离刚开始手腕去动多了 又去往后仰 又去翻的话 转动多了 就打不稳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反手播球的这个视频的演示 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叫重心没有变化 没有起伏 重心偏高的一个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反手你看 身体站的比较直 重心比较高 所以他的这个走关节你看 是吧 在这个位置 手臂呢就掉到下面来了 去这样拨球 形成了一个掉臂和掉碗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动作 所以你重心你看 重心压低以后 起来一点 是吧 手臂起来一点 走关节是不是下来了 到下面来了 你看拍子再往前压一点 对吧 这样动作就对了 你重心一高 这个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问题 重心的问题是反复强调的 重心一高 就导致你动作的错误 重心下来 你的动作才可能打对 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正手拉球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视频当中 这个腰部的转动也是不充分 没有转弯 差不多是转到这个位置 身体还是对着这个右侧 他没有转弯以后 差不多略偏左 身体转弯以后略偏左的这个方向 要转成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才是转弯了 再一个呢 我们看他这个手腕动得比较多 手腕回来是这样的 这样下来的 然后转一圈再过来 是这样下来 转一圈再这样过来 这个还原会比较慢 拉完以后直接下来 直接下来 往后转 跟着身体直接下来 不要去这样转一个圈 这样转个圈 这样速度就慢了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本集由乒乓球第一教训网站乒乓网制作播出 网址是啥来着呀 乒乓网传拼.com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